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是热门的生态旅游景点 其中一专一线是主要的连外道路 但一专一线21到23公里处出现了边坡滑落的情形 罗东领馆处为了做好安全把关 办理了边坡跟路面改善工程 从现在开始到9月27号实施行车管制 平日有交管但假日不管制 游乐区的园区内的主要连外道路 一专一线22K的附近 在去年年底跨年的时候发生了大型的崩塌 那领馆处这边为了考虑用路人的安全 以及提升道路的品质 从5月10号开始到9月27号 为期将近5个月的时间 会进行这个边坡的整治 以及道路的改善工程 提升用路人的安全 罗东领馆处表示交通管制的日期 是5月10号到9月27号的平日时段 管制时间是早上5点到下午5点 其中5月10号到6月30号的期间 每逢整点半点放行10分钟 而7月1号到9月27号 是采取单线双向管制分边放行 相关的管制方式在非暑假的期间 5月10号到6月30的这段期间 是采整点跟半整点放行 每放行的10分钟 那暑假期间就是从7月1号到9月27日 这个暑假期间 原则上采单边放行机动的管制 由于宜专一线 施工期会遇到暑假旅游旺季 施工点21到23公里处 刚好在渐行步道附近 离太平山庄只有2到3公里的距离 提醒前往太平山庄的游客 遇到交通管制 请配合现场人员 耐心等待 也要注意行车安全 宜来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